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M98指程序调用指令 配合G52局部坐标指令来实现一个坐标 加工完所有专业的弓箭 上上期视频我给大家讲的是用M98来一次加工多个坐标的弓箭 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主页翻翻看 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他们平时做的小零件 把一个圆洗成方形 他们都是用夹具拼量生成的 程序非常简单 我这里首先讲一下怎么手工编写这个外形洗销的程序 再讲如何批量加工 这个50x50的这个正方形 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外形洗销的这个程序怎么去编写的 其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那首先我们在写这个程序之前呢 我们要确定用多大的刀 那这里的话呢我用六个你的刀 用六个你的刀去进行一个 这个外形洗销的一个2D加工 直接六个你的刀 好我们这个刀具确定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确定它的一个下刀点 这个下刀点呢 我们最好是一般的话都是找到它这个 在工件外面下刀 像这个四个角下刀的话是最合适的 那如果说是在这个边上下刀呢 在这个边上下刀就有可能把这个侧壁造成一些刀痕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以这个角为它的一个下刀点来进行加工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工件相对于这个坐标原点几乎是 这个这个角X方向来是10个0 Y方向来也是10个0 那我们这个下刀点的坐标值是多少呢 因为我们是用了六个你的刀 这个虚线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刀路轨迹 这个虚线就是刀距的刀尖到这个工件的边缘呢 它是刀直径的一半嘛 就是刀的半径三个0 那所以说这里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下刀点的一个位置 X呢就是7个0 然后Y也是7个0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下刀点这个找到了 好 下刀点找到之后呢 我们这个刀具从这个点开始下到一定的深度之后呢 就开始往这个Y方向的Y的正方向这样子运动 是吧 再往这个X正方向运动 再往Y的负方向运动 再往这个X的负方向运动 这样子的话呢就完成了一个外形洗下的一个加工 那我们看一下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它的距离是多少呢 那我们看一下工件的话呢 它是50是吧 那这个点到这个点 那就是加上我们这个刀的直径 就是6个点的刀那就是56 那就是我们下刀从这个点开始呢 从这个点相对于这个下刀点 往这个Y的正方向 移动56就到了这个点是吧 这个Y正56 就到了这个角这个点 到这个角之后呢 刀具又往这个X的正方向 移动到这个点 也是56 是吧 就到了这个角这里 到这个角这里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Y方向往负这个方向运动了 运动到这个角 那这个时候呢 Y是-56 好到这个点之后呢 又从这个点开始 X往负方向这样子运动 就回到了我们这个下刀 这个圆点这个位置了 这个是X-56 往负方向运动的 那这就完成了 这个外形洗销 这样一圈的一个加工 这个 注标值呢 是 其实是挺简单的 是不是 那我们这里要搞得清楚一点 就是说 它的这个下刀点 下刀点呢 后来是绝对注标值 相对于我们这个 是G54 绝对注标值 X7 Y7 然后呢 它的一个运动轨迹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里用的是 相对注标 就是说 从这个点相对于这个点 运动到 运动56 加工到这个点 然后 这个时候呢 再相对于 这个点 往这个X 的正方向运动56 加工到这个角 就是这个点 是吧 再以这个点 这个角呢 相对于这个点 往外的负方向 移动56 加工到这个角 再从这个角呢 以这个点 相对于这个点 往X负方向 加工56 就回到它远点 完成了一个 弓箭的这个加工 我们这个 首先 这些搞清楚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程序 是怎么样 那这里程序的话呢 我已经给大家 编好了 首先这个程序名 是123 程序名123 然后 其实这个程序的话呢 我之前就给大家讲过 就是分三部分 一个程序头 然后一个程序 中间呢 就是这个X Y的 它一个运动轨迹 知道 然后就是一个程序结尾 就是这三部分 我们的程序的话 基本上就是分这三部分 像这个程序头的话 G17 G40 G49 G80这个格式的话呢 是固定的 就是说 它只是让 让我们的一个加工环境 初始化 比如说取消 刀具不振 长度不振 取消循环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 使用的时候呢 可能把这个刀具不振打开了 或者长度不振打开了 没有去取消掉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在每一个程序前面 给它加上这一个 固定的一个格式 就是加工环境初始化 这样的话呢 就相对来说呢 我们接下来的加工呢 就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这个呢 大家把这个格式 给它记住就可以了 然后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 G40刀具不振吗 G49 就是长度不振吗 G80取消循环这些 好 加工环境初始化 那第二个呢 这一排就是 主轴返回到机床原点 就是我们这个机床 在进行加工程序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主轴 抬到它的一个机床原点 这样子的话呢 就比较安全 就不会发生 撞击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呢 就是先把这个主轴 返回到机床原点 好 再给它一个转速 S3000M3 那就是主轴正转 好 最后再给它一个坐标 G54 就建议坐标是G54嘛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坐标原点是G54 然后呢 就G0G90X7Y7 就是刀具快速移动到下刀点 就是这个下刀点呢 是G54 是G54的这个绝对坐标 绝对坐标点 X7Y7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是G0G90 好 再次G43H1 Z100呢 是建立刀具 长度不正 建立刀具长度不正 这个呢 这个格式呢 其实这个程序头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格式呢 大家如果说 刚开始你也不怎么熟 你就把这个格式 你就给我记住 是吧 你大概知道 这些是什么意思 刀具移动到 弓箭上2毫米的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要给到它一个 静点力 让它下刀慢慢的下刀 我们不可能说是 直接一刀插到 它的一个加工深度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刀具就很容易损坏 那就是给到它一个 F200的一个静点值 慢慢慢慢的下刀 我们要加工的这个深度 -10 -10 进行开始加工 那我们刚开始 开始加工了 因为我们这个Y56 是吧 X56 都是相对于前面一个顶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 是G01G91 我们要用到它的一个相对坐标值 所以说这里要用G91 这里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明白 然后它的静运率呢 是F1000 加工完之后呢 就快速的 写完刀 写完之后呢 就刀具快速抬到工件 100毫米的高度 最后就是组织停止 冷却液关闭 好 然后程序结束 这就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外形 起销的这个程序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 这个外形 显销的一个程序呢 这个刀具路径呢 我们是把它 做出来的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如果说 一般是用夹具加工嘛 是吧 一般加工这样一排工具 一排工件这样子 放过去了 那我们该如何加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那个G52 M98调用子程序 配合G52来进行 这个坐标偏置的来加工 那我们这个程序呢 已经出来了 是吧 这个程序 我们就把这个程序呢 做一个子程序 然后再来用主程序 调用这个子程序 然后来加工 在后面这些工件 当然这个后面的工件 你可以摆放很多 这个随你自己 就是说你自己的夹具啊 做的夹具这样子去 装夹 那我们这里用的坐标呢 还是这个G54这个坐标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主程序怎么弄的 这个是 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 把它改成子程序 作为子程序来用 其实这个组程序的话呢 也差不多的啊 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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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是G52X60Y0 因为它还是从这一个点偏执过来的 就是它没有取消的 同样的也是一样的 当加工这个第四个方形的时候 它也是从这一个位置偏执过来的 所以说一直就是G52X60Y0 那除非是我们加一个指令 在它后面加一个指令G52X0Y0 把它取消掉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能够用这个X60Y0这样子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看就是说 它是每一次的一个坐标偏执 都是从前面那一个下道点偏执过来的 所以说意思就是X60 就是它两个工件的一个中心距离 是60的话就是60 就是这样子 你后面有多少个工件 你就可以去添加多少个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组程序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指程序 指程序这个123呢 是要修改一下的 因为这个刚才我都说了 这个前面这个程序头啊 我们这组程序里面是已经有了 那这一部分的坐标系 后来这个程序头前面是已经有了 我们就不需要了 这里的话就直接把它给删除掉 只需要留到它这个下道位置啊 这里开始 还有它中间的这些就是运动轨迹 然后它的这个尾巴这个程序结束啊 这个这个尾巴也不要了 这个在它的尾巴后面再加一个指令 M99 M99呢就是 结束子程序被返回到主程序 就这个意思啊 我前面也有讲过 就是用M98去加工多个坐标工件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讲过这些关系 如果大家还不懂不清楚的话呢 可以去前面看一下 这个就是指程序 指程序呢说白了一点 这个主程序呢就是有头有尾 然后中间那外就是调用 这个中间的指程序中间的部分 指程序呢就是把头或尾巴给它砍掉 留中间的这一部分 然后就是结尾再加一个M99呢 就是一个结束并返回到主程序 比如说这个指程序调用完 加工完之后呢就继续返回 返回来主程序加工这一个 这个加工完之后呢又返回 加工这个那一次往下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就是那个M99的作用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不懂的 因为可能讲的有点乱我感觉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留言啊如果说像这个G52 大家还没有理解它的用法用处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后面的话单独出一期来讲这个G52这个指令 那今天的话呢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好拜拜